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莫子王昭君 他们出圣杯是没有问题的 但只要出了圣杯后就会被一些人质疑 其实大家都是单排的情况下 基本打也不会给法师让蓝 在这种情况下 出圣杯就可以完美解决这问题 而他们认为法师出了圣杯后 前中期没伤害 其实这一点大家都知道 但是自己又非常需要冷却和蓝量 所以就只能舍弃全期的部分伤害来换取续航 不然打两下就没蓝了 只要就不能平凡用技能消耗对手 或者转线发育 甚至是中后期的手打压塔 没蓝没冷却的法师 这些能力都会大幅度下降 所以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认为出圣杯的法师就是菜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魔法の国